以后我们两个家 你们在干什么 谁允许你窥视我的家 你的家 这里是军营 那你更不是这里的军事主管 根本无权来这里 请立刻离开 我无权来这里 我是你妈 无权管理你的一切 啥 妈妈 难怪那些刺客都叫她大小姐 军营你没有门 我再说一次 请你离开 彩儿 你就是龙浩尘 对吗 是我 总长大人有特别任务指派于你 先命令你立刻前去报到 拖长不会有事吧 我跟你一起去 就他一个人 龙浩尘 军令如山 你要反抗吗 既在军队 我就是军人 军人不会违抗军令 彩儿 你在家等我 军人 你真的要去吗 这明显是个陷阱啊 没错 但去魔关之所以千年未破 除了联盟的支援 还依赖于侠隐堂多年来的侦查情报 而这次派出的小队已经全数被擒 甚至连八街的侠隐一号都落入他们手中 说明魔族这场秋宫不简单 我必须得去一趟 别胡闹 你现在才七街 要知道一号那小子 平日哪怕面对末位魔神 也能全身而退 这次连他都栽了 说明那边 很可能有八街巅峰以上的魔神在坐镇 要去也是我去 不 正因如此 您才需要在这里镇守去魔关 如果对方真是魔神 我也有办法拖住他三分钟 只要到时候您及时接应 就不会有问题 你要用那个东西 不行 代价太大了 只要对大局有利 盛家的人皆不惧牺牲 况且 我的兄弟在那里 我要带他们回家 总长大人 他竟然连这东西都给你了 我倒要看看 你小子有什么能耐 配得上我的女儿 盛上 这是一次秘密行动 我们必须赶在天亮之前 到魔族腹地 营救一批被俘虏的侦察兵 会保持隐蔽 行动只有你我二人 进行潜伏作战 被发现 行动可就失败了 大晚上出来烧港 饿死了 电上飞的蠢鸟那么多 卓吉士大大亚迹呗 那是通往魔族腹地唯一的路 如果是我 可以在一席间将守卫击 确保不会暴露行动 而如果是你 会怎么做 我的战力远比总长低 正面作战大概率会暴露行动 声东击西 引开他们 逐个突破才是上策 你敢独自去吗